上个月份大家会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此就各种各种纷争出现 接下来就是官非了 公司之间要注意合约的状况 人体的这个世界局势上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 本来签订好的事情 然后毁约了 好大家好 那个天象化季的这个5月 终于过去了 接下来来的是6月的文昌化季 我们在西历的7月6号到8月3号 也就是农历的6月1号到6月29号 这个会是我们开始要进入的6月 那还好因为在这几个月份 刚好大概一个天干 都只在一个月份之内 所以说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不会有两个天干 同时在影响的那种错乱的感觉 但是同时间也就表示说 一个天干对于这个月 一整个月份的影响的力量 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持续的 就像泳村犬一样 小打小打小打 但你持续一直打 那力量就比较大一点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底 我们官网上面呢 所有的商品呢会有很好的折扣 基本上就是买一送一 譬如说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看起来是一个金摊号 它也看起来像这个钥匙 就是告诉我们说啊 你人生中有很多让你很惊恐的事情 可能是开启另外一扇门的钥匙 那喜欢的呢 赶快趁这个时间买一送一 然后还有油灯 我会专属呢帮你来做布局 教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那个油灯摆下去才会改运 以前呢买一套布局只有一个油灯 现在我们会多再送一个 其他呢还有很多东西都很好优惠 冲过10万 买奖20万或30万 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指挥斗数 这个月是新月 新月呢是 巨门画露太阳画泉文曲画科 文昌画记 那一样的整个的四画呢 是起于记而终于露 所以说你要看是画记有什么空缺 然后呢所有的东西会去填补这个画记 四画都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说 月份的四画年的四画 其实都是延续性的 就是因为上一个是天象画记 因此下一个跟着就是文昌画记 天象叫做去破坏的规则 那为什么破坏规则呢 因为你自己所追求的规则 而产生的空缺 约定应该是双方的嘛 那像我坚持我的约定的时候呢 这个约定是不是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因为星药而产生的画记 因为星药产生的空洞 所以因为我要遵守我自己的原则 因此产生的空洞 所以在上个月份呢 大家会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因此就各种各种纷争出现 各种各种的这一种 不管人际关系也好 或是破坏这个约定也好 各种就会出现 那出现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官非了 接下来就官非了 就是明确的文书上 合约上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下一个就会是文昌画记 所以那个文昌画记接下来是什么 文昌画记接下来是无曲画记 对不对 你要求自己的规则 没有办法协商 接下来可能那个翻了官非 跟着当然就是造成金钱的损失了 所以你看似画的联动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所以这个月份的主轴在文昌画记上面 文昌表示说 本来该有的约定 在这个月要被破坏了 本来该签的合约 在这个月都会被推翻了 本来该拟定的事情 在这个月份也都会出状况了 我们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个年运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今年是一个很容易会有 在交通交道上会有车祸的一年 那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说 高峰期应该会是在 夏天的这段时间 上个月份我们就出现了 这个台铁的车祸 天香的对公司是破均星 那这两个星都是车祸的星要 车祸的出现通常都表示说 我要照我的意思做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文昌的这一段 也通常都表示说 你会有自己个人来讲 如果在你的命工财工官路工 都要注意到你在工作上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事情是 你太过要求 太过注意你所要的事情 而跟工作上产生一些状况和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而产生了一些法规上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文昌星呢 放在六亲公位 什么仆役宫 兄弟宫 夫妻宫 这种的跟人有关系的公位 也会表示说 你会在这个月份呢 跟这个人有一些 因为你自己的原则 或因为你自己的这种规范 而产生一些状况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文昌星又刚好跟无许破均 无许天象 或者是这个 联贞天象这样子的心放在一起的话 或是紫卫天象放在一起的话 那都有表示说 这个有可能呢 你在这个月份 有可能会跟人家之间 有一些合约的状况 那如果呢 尤其是无许天象跟无许破均 那如果不是无许天象跟无许破均 而是刚好你是放在蒲一宫 但是你蒲一宫的下面 刚好流年蒲一宫的下面 刚好跌的是大限财博 或本命财博 那刚好这个月 你又要跟人家 有金钱往来的关系要签约 那这个月份都需要相当的小心 OK 总之呢 文章花期主要就是体现在实际事务上面 它主要是出现在合约啊 一些缘之间的签订啦 或者缘之间的承诺啦 然后或者是说 你自己心情上 一些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啊 相对对别人的要求啊等等 它比较出现在这个上面 那在工作上面呢 如果有出现的话 你就要注意你的工作 如果又需要跟别人签约 你就相当要注意在这个月份 那如果没有 那通常也只是心情上的问题而已 因为你有太多理性的层面 会去控制你 少了一点感性的层面 这个是这个月份主轴要注意的问题 那当然这种整个国家局势啊 社会局势啊 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显见的在这个月份呢 那个大法官要实现了嘛 那接下来呢 应该可想见的 上个月通过了 应该这个月大概在视线的过程中间 会因为违线的关系就被推翻掉了 因为文昌就话记了嘛 公司之间要注意合约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这个世界局势上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 本来签订好的事情 然后毁约了 也会在这个 申定会出现 企业之间也会有这种状况 甚至企业之间呢 会有一些彼此控诉的状况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常常都说了 话既然话路去补 所以呢 这个月是聚盟话路 聚盟话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好说话跟好好沟通 所以呢 你在这个月份呢 如果有碰到我刚刚说的这个状况 那要切记一件事情 好好跟人家沟通 好好跟人家说话 嘴巴甜一点 这事就过关了 同样的通过这个法律呢 一定是违宪的 那违宪的状况之下 要怎么样去达成彼此的共识 那怎么样去达成 真正的对国家有帮助的状况 那就是要好好地沟通 而不是自己想要干嘛就敢骂这样 因为你人比较多 投下去就觉得都是对的 这叫多数暴力啦 民主国家并不是多数 就可以是一定这样通过的 他还是有一个条件存在的 要不然所有人都说要强奸你 那我们就可以强奸你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民主跟政治 它其实是要有些规范的 就是说我们当然尊重多数 可是你的这个沟通的能力 以及法律的规范 它是要分开的 你不能因为你只是人多 你就可以去侵害到法律的基本的结构 这是不行的 所以好好沟通很重要 在国家上面 在社会上面 在人上面 也都是如此 好好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巨门花路在这个月份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巨门会代表了口舌 对不对 所以说好好沟通还会怎么样 如果在六亲公位上面 那你才开始觉得 我这个月文昌化季在夫妻宫 然后我常跟我老婆有一些争执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好听的话 有另外一招 叫做吃好吃的东西 这个也可以 那好去吃一顿 这样子也可以 或是公司同事间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就好好吃一顿 一顿不够要怎么办 吃两顿 总是可以吃出一些感觉出来 那再来 这个月份太阳化全 所以这个月份是 各行各业 然后个人之间 国家社会之间 争权的一个月份 很明确的一个月份 也就是说 大家都要争夺这个主刀权 那当然 就个人来讲 如果太阳化全在你的 命公冠冠负负负负负负负 这个月份都会是你很运势很旺的月份 你是有能力可以得到所想要的权利的 跟所想要的东西的 不过不可否认 如果说你的太阳旁边 你本身太阳就化即或太阳有煞星的话 那当然这个夺权的过程中间 你会有一点点受伤的 OK 那再来 温曲化科 温曲化科表示说 有创意的或是有特别的事业人 或者是方向 会在这个月份 会有名声跑出来 但是不要忘记 温曲化科同时他文昌画机 所以呢 在这个月份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 演艺的人员 艺术家 或者深信的从业人员 他们会犯了一些官非 或者犯了一些不对的私信 目的可能在于 情感上面 或者是在于 他想要 去 诈骗人家签 所以他 犯官非是会出现 这个是温曲化科 但是如果温曲化科在我们个人身上 而你在这个月份呢 有参加什么比赛 或者是有要争取什么事情 然后刚好在你的命财官 迁移 通常在这个月份呢 你都可以 得到不错的光荣 得奖 你都要比赛会有机会得奖 在这个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呢 如果是考试的学生 然后你又刚好 你的温曲心 要我说的那几个地方 也许考艺术学院的 通常就比较容易靠上 好 总之呢 这个是 整个新月的主体的结构 这个月份呢 天气很热 一样的 好好的吃东西 好好跟朋友聚餐 然后如果太阳在你自己的宫内 你有一些梦想要去完成的 你也可以好好去发挥 但是呢要去注意 不要啊 去踩到一些法规的问题 沟通是这个月份的重点 希望大家都可以说好话 做好事 然后平安度过这个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